等於這樣子 一瓶的牛奶 只要大概不到60塊 三個小布丁 只要95塊日圓 大家猜猜看總要多少錢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今天要來帶大家開箱的東西 就是在日本的業務超市 顧名思義它主要的客群 就是否那些要開食品的業者 或是你需要大量批發的那種批發商 但是一般的散客 像是我們那種觀光客 或者是當地的住民 也是可以進去購買的 那業務超市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超級便宜 其實在疫情前呢 它已經有很多的商品 就比在台灣買還要再更便宜的了 那今天來拍攝呢 主要就是想知道 最近日幣貶值了嘛 貶得非常的誇張 現在的日幣大概是1比5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業務超市到底可以便宜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去吧 GO 太誇張了 大家看一下 明治的鮮奶 900ml 只要264元 還是加完稅的 如果除以5的話呢 等於這樣子 一瓶的牛奶 只要大概不到60塊 超級誇張的 然後再看到布丁的部分 三個小布丁 只要95塊日元 折下來呢 大概台幣不到20塊 我們統一布丁一個大布丁 就要20塊啊 天啊 好想買喔 一公斤的冷凍雞肉 只要日幣830元 換算台幣大概100起 牛肉的部分 一包500克的牛肉 還是這種有厚度的喔 不是牛肉片 加完稅只要日幣753元 換算成台幣呢 除以5的話大概是 130元左右 可以買到一包牛肉 離酒的部分也是超級便宜 記得在台灣的商店 少說要5-60塊 那在這裡 只要日幣108元 換算成台幣 頂多2-30塊 我們在台灣很團賣的日本商店 台灣我記得是 約20幾塊30塊 平價95.04元 台灣的午後紅茶 台灣日幣84元 水片一瓶莫的飲料 只要台幣230幾塊 在台灣一盒要50幾的爽 只要20塊 最後買了一些餅乾 然後還有冰淇淋 飲料跟甜點 大家猜猜看總共要多少錢呢 你們三秒 3 2 這邊總共只要798日元 換算成台幣呢 大概是160塊左右 而且還是加完稅的唷 在台灣大概只能買這個 跟這個 再加個這個 真的是超便宜的啦 登登我們買完啦 跟大家說 我是第一次到日本的這個業務超市 那個價格真的是有嚇到我 不管是從食品啊 飲料啊 甜點啊 然後餅乾等等的 所有一切都便宜到非常的誇張 我覺得當然也是因為跟日本的匯率有關係啦 給大家看一下我到底買了些什麼 來到日本 名字的牛奶肯定是要買的吧 900mol 最後只要245日元 接著說我們在台灣常常可以看到的洋芋片 78塊日元 還有我們在台灣很愛買的日本零食 一樣是78塊日元 這我一定要說一下 因為在台灣呢 這個少說是要台幣50塊左右的 我去上網看了一下 蝦皮 PC紅等等的 再怎麼樣便宜 再怎麼樣打折 都是要50塊 是不是很誇張 業務超市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生茶在台灣我記得一瓶 應該是28到30塊吧 那在這裡呢 生茶是68塊日元 再來是買了兩個布丁 這布丁剛剛被我摔了一下 他現在看起來有點固固 一個呢是北海道的布丁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生泳的布丁 那北海道的布丁呢 是78塊日元 生泳的布丁呢 是98塊日元 那在台灣呢 我記得有買過類似的布丁 應該都是要40塊上下 所以也打了大概有一半以上 接著呢是冰淇淋的部分 這個牌子呢 它其實就是我們在台灣7000可以常常看到的 在冰淇淋盒上面呢 寫了一個大大的爽字的那個牌子 然後呢 它是它的淨化版 所以增加了一些外皮的餅皮 這個是日幣90塊 我記得那個爽的冰淇淋呢 在台灣買是55塊左右吧 也是便宜非常的多啦 那總結來說呢 我覺得日本的業務超市 真的是非常適合小資族去逛的 那總進去的時候 其實人潮也算是還蠻多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一般人可能會想像就是 它裡面都是一些 生肉啊 或者是一些要自己烹煮的東西 已經出來玩嘛 可能比較不會煮飯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不會進去逛 但是這次去逛呢 就讓我覺得 有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還是有賣非常多 我們平常在日本 或者甚至在台灣 就非常喜歡買的東西 然後價格呢 又是台灣的大概二分之一左右 非常推薦大家 回去台灣之前呢 去一趟業務超市 你要買爆 栽爆你的行李箱 真的是會非常的爽 而且那個價格 完全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負擔的價格 你會在裡面發現很多保障的 好啦 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期見吧 掰 來吃吃看 好大一個喔 這感覺 比在台灣的任何一個摩納餅 都還要大個耶 好寬喔 超好吃 但這個內餡也太香了吧 好像有重的乳香味 然後餅皮跟麥當勞的蛋捲冰淇淋 差不多 在這邊跟大家說 日本不知道為什麼 任何一家雙淇淋 基本上 都不會難吃 日本的雙淇淋真是好吃到爆炸 但現在日本大概也只有 十七八度而已 但就是無法抗拒 每天幾乎都一定要吃一隻雙淇淋才可以 真的